BBC中文网发表文章 提为中国央视2017年春晚老红军造假引发微博屏蔽潮 中国中央电视台2017年春节联欢晚会被指控造假 引来中国网民猛烈批评 反网络审查网站显示 网管部门马不停蹄地删除屏蔽相关评论 在1月27号晚播出的节目中 主持人表示邀请了几位老红军老战士出席晚会 并介绍了一位86岁身穿军服的老翁朱光斗 央视在微博上称呼他为老红军 可是网民指出 中共红军部分于1937年8月改名为八路军 南方部分也在同年10月更名为新四军 他们推算出猪光斗当时只有6岁不可能是红军的一员 自由微博与香港大学微博视野的记录均显示 有关这位老红军的讯息被大量删除 屏蔽情况至30号仍在继续 央视春网 官方微博目前没有就这起争议做出回应 在春晚节目播出后 大批观众涌到央视和春晚的微博账户上吐槽 批评制作人犯了重大失误 一些网民并认为央视连中共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也没分清太不认真 有些认为是央视故意造假 可以说是说谎的技术太低 也有人批评春晚是为了宣传中共政策与形象 却没有做好功课 央视之后把出错的贴文删除 稍后重新出贴时 已经改称它为老文艺战士 可是随即又有人在新贴子中提出同类质疑 并嘲笑说 红军教唆当时还是儿童的朱光斗到前线去当炮灰 也有人批评春晚一年比一年更流于意识形态 其中朱光斗在节目中表演的一段快版书用了十四年抗战来形容抗日战争而非之前的八年抗战 十四年抗战是中国教育部刚刚颁布的新历史课程教材 将1931年发生的918事变定为抗日战争的开始 而非1937年发生的卢沟桥事变 一些网民认为 从前的春晚都不用像现在的晚会要承诺着太多的意义 也感慨近年的春晚演变成宣传工具和美化社会的工具 今年央视继续透过YouTube平台向中国大陆境外转播春晚与同步播出的春晚新媒体伴随式视频晚会 两段直播的回放页面下均未见批评春晚内容的信息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在纽约为您所做的报道 谢谢您的收听 您的收听